中央健康保险署8月底启动全人全社区照护计划 提升三高病患照护涵盖率 台东县地区由台东基督教医院唯一承办 首播收案659名院内定期就医病患 而个案管理师化身为健康秘书 提供健康讯息、卫教、咨询等服务 延缓慢性疾病重症发生 卫福部中央健保署今年启动了全人全社区照护计划 要提升三高病患照护涵盖率 而台东县地区由基督教医院唯一承办 首播收案659名院内定期就医病患 在过往传统呢 我们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糖尿病共同照护网 不过这个就只有针对于糖尿病的一个个案 不过其他三高还包括了高血压的患者 以及这个高血脂的患者 那其实这两类的一个病人呢 也是非常需要我们的饮食跟卫教相关的一些介入 所以这个全人全社区的一个计划呢 就是希望能够不遗漏啦 就把所有三高的这个病友呢 全部收纳进来 那能够对他们进一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卫教资讯啊 还有一些不只是在这个疾病的控制上 在其他的部分包括疫苗的注射 预防接种以及癌症筛检等等 它是非常全面性的 在这个计划内容 其实列了洋洋沙沙列的非常的多 大概七大类啦 那当然就是说能够是希望做一个全面性的 对于这样三高病人的一个完整的一个照护 医生表示 截至今年底 各管师会积极建制收案病人的个人健康资料 不过目前在收集时也遇到了一些小难题 普遍来说 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全人全社区的一个计划 还没有那么清楚的状况之下呢 那我们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可能问了一些他比较多一些家族史啊等等的问题 他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些隐私被冒犯啊 或者是觉得我的个资被收集的一个感觉 那事实上不是这个都是计划的内容所需的 目前冬季将在院内就医追踪的病人 列为最优先照护的收案对象 也呼吁民众可以主动咨询 配合资料建制 来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解释如台东市报道